大家好,我是老胡,今天谈农民养老 以前就有人提过土地养老法,但没向文 而农民的养老问题也悬而未解 或者说有现在的养老保险法 只是养老办法中的一个措施 但是不解决实际问题 实际问题就是农民没有退休制 一百多块钱根本养不了老 有的人说你多交就能多领 这是一个屁话 城市职工平时有着稳定的工资囊 单位交易部分,个人交易部分 好单位福利好就交的多 个人也交的多 一般的单位和个人如果想多交 也只能挤一挤,把家庭开销缩减一下 为的就是将来有个像样的养老金 一句话,都需要个人交易部分 但还是那句话都能交得起 而能交得起的最大保证 就是工资收入稳定 假如任一个工资不稳定 有金没名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的城市职工 你让他平时也努力多交 请问他能做到多交吗 所以我们一定得知道这个关键点 就是两个字 收入稳定不稳定 农民最大的收入特点 正是三个字 收入不稳定 上个视频我也说过 假如农民的收入稳定 天天有 月月有 年年有 哪怕少点也没关系 农民也可以放开手脚 去花费 拉动内需 再者 以农民自身对生活品质的标准 也可以做到挤一挤 紧一紧 平时多交点 老了多灵点 但是前提是收入稳定 请问农民的收入能稳定吗 就算每天在上班干活和城市职工一样 能保证月底的收入吗 城市职工只要出这一天工 上这一天班 妥妥的没问题 是有收入的 农民忙活一整年 可能是白忙活 瞎忙活 也可能是倒贴 为什么 就是因为农民是自己干 自负盈亏 而这个特点又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是没办法的接受而已 你可以随便去问一个农民 假如用一份稳定工作和种地换 愿不愿意换 答案都是一致的 所以农民现在越来越不愿意承担这个自负盈亏的买卖 宁可撂荒也要外出务工 可是农民的外出打工上班 可不像城市人的上班 城市人早出晚归 农村人士背井离乡 气离子散 老幼留守 钱赚的多少先不说 仅有这一个事情 让多少家庭承受着巨大的无奈和酸痛 在这样的情况下 几岁大的孩子缺失的不仅仅是母爱和父爱 他们缺失的也许是温暖和希望 所以农民外出务工赚的只是钱 失去的更多 即使这样还是那句话 稳定性有保证吗 还是没有 所以你让他平时可以多交养老金 这句话说起来多么的轻松 能做到吗 一会儿能交 一会儿又交不上了 赚钱的时候可以交 没收入的时候可以不交 能行吗 这些就是对说农民多交才可以多领的 细化的解释 那现在该怎么办 老公把提到的土地养老法的思路 简单的梳理一下 以村为奈位 以在本村户口的人为前提 以本村全部的耕地为依据 让本村全部的耕地面积和本村的全部人口 进行一个模拟平均化 就是平均到每个人身上 土地面积都是一样大小的 然后将全部土地统一交由村委使用 村委会可以亲自操作 也可以另外组织一个班子 也可以托付给某一家务业公司 自己任监管部 总之呢就是把土地集中起来 由一个组织使用 因为每个村民都已经是模拟化下的均等份额 所以每个村民都是土地的一个股东 在这个基础上 把村民按照年龄分两个人群 60岁以下为一个群体 60岁以上为一个群体 老年群体原则上不用参加劳动 也能享受来自村委的绝对性养老费 每人的费用标准基本上可以实现每月500人 这一点呢我粗料的算不上 而年轻群体同样享受来自村委的股东分红 相对于老人群体是相对收益人 不是绝对的 就是土地收益有红可分便分 无红可分就不分 这是建立在收益分配机制上的侧重于养老的分配法 这个分配不局限于今天的老人群体 而是每位本村村民到人都是罪以上 都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相当于不仅解决了今天的农边养老问题 还解决了未来农边养老问题 是长效性的一个方案 分配思路就是全部土地收益进行分配时 老年群体排在第一位 以硬性标准分配利润 分配完以后进行第二位人群的年轻人分红 包括未成年的孩子 这就是方案和思路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最基本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那就是即使这样操作 土地上的收益能够达到那个养老费标准吗 别说一千也不要八百 只要每月妥妥的有个五百也可以啊 问题是能达到这五百吗 这一点老胡呢是持乐观态度的 正常情况下没有问题 但是像这重大疫情 洪涝灾害地震这些 那是天灾是也没办法了 现在我说一下土地上大概的收益状况 就拿普通的种粮食来说 一亩地一年的总收成在八百人左右 这里呢要说一下 假如你们的地方达不到这个标准 说明你们那里的老人的养老生活费 也就会相应的低一点 这都是对应的 没有说哪个地方特别的穷苦 地里不产粮食 但是生活费穷很高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拿这个靠近事实具有代表性的数字 来说一下我的思路 然后呢就是这个土地面积 也就是有的地方多 像东北大陆 人均耕地五亩以上 十几亩的都有 有的地方呢还不足一亩地 我们这里是人均一亩三分地 所以还是拿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数字 人均一亩地来说 再按照一个最普通的村子 人口一千人左右 也就是三百户左右 那么全村的土地呢 就是一千亩地 一年的总收成就是八十万 我们再来看一下 需要硬性兑付的养老金数字 一千人口的村子 一般老人的比例能到什么程度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十 也就是一百人左右 如果用全部收益进行分配的话 那么是用一百人来分着 八十万 每人每年可以分到八千人 平均到每个月就是六百六十七块钱 比设想的五百万还高了 但是呢 这里年轻人也需要分红 所以老人只对付刚性养老费标准 剩下的还要给年轻人分红 剩多分多剩少分少 如果连老年人都不够怎么办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深入具体的操作问题了 直接的原因就是两手丰收了 或者欠收了的事 比如可以在收益大的时候分配完老人以后 提前留存一定比例的资金 再进行年轻人分红 在不够的年份用这个提留资金进行弥补 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思路 另外呢 这是建立在最普通的种植粮食算的经济上 完全可以有比粮食收益高的其他作用 这一点是具体的土地经营事项 完全在以村委或者土地经营的那个组织怎么来操作 但是我们有一个最差的底线和最理想的预期 那就是最差能保证老人养老 最好能让每位村民都有红可分 又因为年轻人这个群体是包括未成年人的 是按照人头分钱的 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 是否能带动生育率提高 也是可以想象的